2016年10月的一天 记者敲开了刘先生的家门 一进门 刘先生老两口就拿来许多文件 就是所谓的证据 原来他们现在遭受到了巨大的家庭危机 并且祖上留下的房产也面临被分走的威胁 这让刘先生老两口十分焦急 把一切都给儿子了 一切最好的都给儿子 对 都给他们了 没想到他们这儿 真的 反正我的诉求就是姑娘真的 你们年轻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 但是你们不能逼死老人 你们不能逼死孩子 真的 人家都说了母爱如海 我给别人当过正婚人 母爱如海 母亲的爱应该比父亲深 山有高度 海没深度 我没想到这母亲这么狠 原来这一切都是因为儿子的欢音风波引起 儿子的这段不寻常的婚姻中 隐藏了一个让一家人都难以启齿的秘密 我这个儿媳妇有了这么多事 这您不是不知道 咱们在这有话 谁说的 你去哪知道 你上来分你老家的才 我不管你是这么多的事 你们要去打离婚或者是什么呢 你们分你 而且呢 姑娘我 我有一个要求 叫什么 我要求他 他得给我孙子道歉 他得给我老伴道歉 我老伴因为他就得病 整酒整酒的婚姻 就不管儿子跟儿媳妇怎么样 我祖上传的房子 不能不能让你们去分 你们现在离婚了 叫分我的房子 这是什么 2016年10月17日 刘先生一家来到了谁在说的录制现场 家里非常不愉快了 对 这件事情已经半年多了吧 经纪十个月 我一开始没觉得什么 后来9月3号 法院往我们家发了一个判决书 我儿子在上班 我就把这判决书拿走了 这是儿媳妇跟儿子去法院 儿媳妇起诉儿子要离婚的一个起诉书和判决书 起诉书中提到了我的房产 起诉状 当时您也看到了这个 对 这个我看到了 这是等于您儿子的算是前妻了现在对吗 不是 不是 法院驳回 驳回了 那就是您儿子的爱人 儿媳妇起诉的 对 涉及到了您的房产 对 只涉及到了我的房产 当您看到这个起诉书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的震惊 对 涉及到了您的房产 当时在这个起诉书当中写到了怎么分配吗 有什么样的诉求吗 有 我对儿子特别生气 为什么 这个房产是我的 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当时我哥仨 分了三套房 我大哥 我二哥 还有我都给自己的金钱 就是你们两位 不管是因为什么情况离婚 你们不能涉及到我的财产 我从这儿住 结婚 都是个内房子里的 爱人生爱人全是 就是很有感情 对 正因为你们成为夫妻 我才给我 给你们的 或者说再延续下去 延续到我的孙子 你们上来就直接要分我的财产 作为儿子来讲 我对他相当的不满意 不可能 现在就是一个商品社会 我不能说把我的房产给大街走路了 所以儿子的离婚 不仅仅说他的婚姻生活 情感生活发生大的变化 也涉及到了家里的财产 对 尤其是您的财产 对 此时刘先生告诉我们 半年前 自己的儿媳向儿子提出离婚 并要求分割儿子名下的房产 这让刘先生十分气愤 因为在刘先生看来 这套房产是足足备备传下来的 如果就此失去 不仅在情感上 他们老两口无法接受 在现实中 他们也可能面临着 无家可归的窘境 他们老两口 不希望儿子挽回回业 只希望能够保住这套房子 没有天哪有地 这是不是 没有军哪有城 没有我能有前门的房 能有我儿子吗 没有我儿子能有前门的房 是不是 你到起诉 原来我是不管这事 就是因为我看了这起诉书 太生气了 太生气了 直接要碰我那房了 你说你这什么道理 没有道理 哪有什么道理 你跟儿子没有沟通过吗 没有没有 他直接把我们拉黑了 拒绝跟你们沟通 直接把原来都有联系 现在就直接就全部拉黑了 在前期采访中 刘先生告诉我们 他们已经很久 没有跟儿媳妇取得联系了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决定给这个儿媳妇打一个电话 但是在通电话之前呢 其实我心中是有很多的不安和忐忑的 究竟这个儿媳妇会不会接我的电话呢 接通之后 她又会对这件事情 做出怎样的表态呢 这都是我不知道的 但是令我感到很意外的是 这个儿媳妇很热情的 跟我通了电话 并且跟我讲述了很多 我们之前并不知道的事实的真相 对 怎么会闹到这样的地步呢 什么时候您发现 他们出现了问题 我是去年住院的时候 住院的时候老伴就说 儿媳妇跟儿子有矛盾了 可能要分居 然后我马上出院了 本来我要做手术的 我就出院了 出院了一直延续的 就是有一天把我儿子送回来了 我强调一下 我儿子跟儿媳妇是大学同学 他们自由恋爱 但是从交朋友以后呢 算得今年是13年了 从他们把我儿子送回来之前 我儿子一直是住在他们家 您指的是女方家里 对 住在我儿媳家 我感觉 我感觉挺浓洽的 后来发生的一系列问题 就是不是我能 谁把您儿子送回来的呀 是他的一个姐姐 还有一个姐夫 怎么就突然回来了 就说他们吵架了 要分开 分开互相冷静一下 后来从那时候也就分开了 我今天还是主要就是对儿子 特别不满意 儿子当时 反正特别沮丧 第二天 就是瘫在楼梯上 跟我说爸爸你救救我 这根本就支撑不了了 站都站不了 我爱妻子 我爱这个家 然后我买的东西 上人家 那么三个人一块去的 因为老人出面嘛 毕竟还是有希望的 我感觉孩子在人家 肯定做得不好 但是反过来说呢 十二年 十三年 您买东西去女方家 对 给儿媳道歉呗 但是这里具体发生什么 我不知道 我甚至掉眼泪跟闺女说 我孩子 跟儿媳说 我说孩子 她有什么毛病 跟我说 我说咱们还有家呢 我有一个小孙子 可好 这是我掉的眼泪跟她说的 那您都带着礼物去 陪着儿子道歉了 儿子什么状态啊 儿子一句话不说 所有的对的不对的 这全满在自己身上 她有一个姐夫 就是送的姐夫 说她心眼小 等于是人家一家人 都在数落您的儿子 您儿子等于和自己的老父亲 提着礼物去道歉 希望能回到那个家 对 我们一直是想和平的 我一直是说我儿子 这个是年初时候的事 对吧 对对 那发生了什么 儿子就这么回家了 而且还一言不发的 又回去道歉 儿子做错了什么呢 不知道 不知道 您问他 他也没有说吗 也不知道 儿子今天来了 来帮我推下儿子话筒 主持人您好 您好先生 就是父亲描述第一次的情形 您和父亲去拿着礼物道歉 当时您做错了什么 也不能说赶出来 就这样离开家了 当时给我的理由特别多 就是我做什么都是不对的 嗯 没有具体的事情吗 没有具体的事情 比如说没担当啊 比如说抽烟老戒不了啊 这些都是理由 这些都是理由 所以算是把你赶出来了吗 算是吧 我个人觉得算是吧 所以这些走的也是莫名其妙的 对对对 好 这次提到了离婚吗 这次 就第一次 那时候已经提到了 提到了 那我就不知道了 您不知道 只是以为两个人吵架分开 分开 那时候我不知道 后来回去了吗 儿子 回去也就是一天两天 就回来了 嗯 儿媳妇就是强调分开住一段时间 然后他们家人吧 也说分开住一段时间 等于儿子现在是和您共同居住 对对 还有老伴 老伴 就你们一家三口住一块 还有我孙子 孙子也回来了 我孙子一直就住 我孙子一直就住在我家 一直是我家闹灯 哦 这儿子和儿媳妇在娘家住 对 你们带着孙子在这边 对对对 这也挺奇怪的呀 对对对 怎么会是这样的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呃 一星期住我们家 一星期住姥姥家 嗯 就基本上这样 到大了 就基本上住我们家 三岁上幼儿园就 就是在我们家 然后等于他的 就您儿子儿媳妇 定期来看 我儿子跟儿媳妇 他们从周一到周五去上班 嗯 礼拜 礼拜五晚上 或者礼拜六 给孩子接到老子家 礼拜日晚上 再送回来 基本上是这个状况 所以等于从您说的年初 这次所谓的分手 到现在 儿子一直就没回去了 没回他自己的家了 对 应该是从初四 但是他前一段回家 也是断断继续的 回家一天就赶快回了 那时候好像是 这孩子已经抑郁了 您说儿子抑郁了 这孩子已经抑郁了 这孩子挺中情 然后 很严重吗 当时很严重 能正常上班吗 当时 还行 之前呢 有哪些异样啊 不睡觉 嗯 然后发呆 曾经有过 说过 不想活了 此时 当刘先生讲述 儿子一直在岳母家中 长期居住 却让他们老两口 照顾孩子 而在儿子的婚姻中 儿媳妇的所作所为 他都忍无可忍 但是儿子甚至为此 有了严重的抑郁情绪 并且依然想挽回 这让刘先生对儿子 产生了极大的不满 我没想到我儿子这么懦弱 真的 自己全是理 倒让人家 逼得 您看了他那起诉书了 他们根本就没提他们这两套房 直接逼着就我的房 您说是不是 咱就说我不管这个过程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求助您啊 求助电视台啊 就是为了讨一功的 吃饭睡觉什么都 吃饭就没有 吃饭基本上 现在吃饭也不 那睡觉 四节不能入睡 需要你们来陪伴吗 需要 他很长一段时间 因为我们家的房子 一直是奶奶跟孙子一起住 他把楼上 我们家是月层 他把楼上原来是他们两口住的 他不敢在那住了 就是一个人但是会害怕 不敢在那住 对 然后搬一个床 知道他妈妈边上 就是知道我老爸边上 就是这边是儿子 中间是我老爸 边上是孙子 他们是那么睡 但我睡了半年 就得是妈妈和他的儿子陪着 对 怎么都不敢在自己房间睡觉呢 他不想看 他不敢看那个环境 我许是 那里有他们两口的照片 这个是当时去医院做的检查 对 这是我陪着他去的 确实诊断结果是抑郁 中度抑郁 而且 我的孙子身体特别不好 身体他等于早晨 剩下了四斤一两吧 然后 这多病 然后丫头 我这儿子开着车 带着我 开车开着 逐动 他心脏就受不了了 那一次是把孩子放到医院 紧跟着就带他去医院 因为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心脏怎么了 进行抢救 那么严重啊 就是这个 就是我儿子 回来四个大夫 抢掉了 当时的大夫就说 是抑郁引起的 所以那个时候情况已经很不好了 对 那即便是 就这样和妻子也分居了 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妻子要离开他 是吗 对 全家人基本上都不知道 闹什么毛病 你们千万不要牵扯到谁 牵扯到老家 牵扯到孩子 这孩子太可怜了 真的这孩子 孩子曾经说过 跟奶奶说 我妈妈什么 我们家一致的口疑 口疑是妈妈说 说我想我老婆 说姥姥家在装修 他老问 怎么该这么长时间 还该不完 一直是这么多 或者孩子回来之后 就他们夫妻俩分居之后 孩子又没有回去那边吗 妈妈也没有看过孩子吗 从初次 大年初次 我记得清清楚楚 妈妈再也没有看过孩子 没有 那他们夫妻俩 一定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 或者这位母亲 有了什么特殊的情况 才有可能说 和丈夫发生矛盾 这么长时间不看孩子 这么说吧 幼儿园的校长跟老师 只认识我 还有老婆 还有女儿呢 再帮我推下先生的话筒 先生 您好主持人 我也是刚刚知道 这么长时间了 孩子妈妈都没有来看孩子 对对 所以应该是你们夫妻之间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 或者您的妻子 有了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和你之间 特别不愉快 无法见面 这是正常人会做这样的判断 您在发生心脏不舒服 包括抑郁的时候 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我是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你有去比如说请求过他 或者跟他坐下来商量 基本上我如果见他的话 都是在请求他 然后一直在跟他商量 他给我的答复也是含吼吾 就是日子一天就变成 一天没法过了 就是这样 孩子也没有去看过妈妈 没有 其实您跟儿子一样 就是会觉得莫名其妙吗 一开始莫名其妙 转折是从 就是协议离婚 儿子其实不想离婚 对吗 他一直不想离婚 甚至是 从4月18号 是17号 出现了一个变故 一个特别的变故 这由他说 我作为一个老家 但我不愿意说 特别大的变故 特别的 就他发现了一些事情 有决定性的关系 其中有些事情 由他来说 您不愿意去讲 我不愿意讲 这件事说实话 我也不愿意讲 但是儿子知道这些事情之后 有变化吗 他也没想到这样 这个变故 还没有化解 对吗 没有 这个变故 促使了我儿子 能够下 下一定的决心 这个变故 使我要 拿回 我的 这个东西 结果到最后 是相当相当 我说不出还了 是这个 您的儿媳妇 做得不对吗 是他出错了 是吗 对 这件事在我们家来讲 就像一个地震 就像一个地震 对我 对我家精神上 确实是一个打击 去年12月吧 到现在就没按什么 我的老伴也来了 您现在可以看看 我的老伴 我的老伴 瘦了有20斤吧 瘦了有20斤 就全家都受到了 极大的震动和影响 对 其实刚才采访您的过程中 您小声地说了一句话 我听到了 但当时我没有追问 您说 儿子挺不争气的 对 他在某些方面 怎么说呢 退让太多 他退让到什么地步 反正哪次都求人 哪次都说为了这个家 为了什么 我改 什么 你说有什么错 我改 一直是求他 一直是觉得是自己的 有过极端的方式吗 他好像是贵的 求过他吧 下跪 还跟我说的 来帮我听一下儿子话口 你好 主持人 您其实一直在恳求 对 甚至下跪了 对 我给我丈母娘 当时求丈母娘 因为我爱人 当时还是挺听 她母亲的话的 您当时怎么说的呀 我就说 不太想离婚 然后就是 让丈母娘帮忙 好好跟她说说吧 那丈母娘怎么回应你的呢 丈母娘当时回的我事 你放心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她说不敢保证说 一定能给她劝回来 但是怎么着 我会尽我的努力 刚才父亲说 家里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就是你们发现了一件事情 在你们家来说 像地震一样 对 也就是 而且事情不愿意说 你隐隐约约说 是你发现了妻子犯了错误 对 你有没有去 比如说 找他去问清楚 甚至比如说指责 因为有错误 有可能就会有指责 没有 没有 对 这就是他懦弱的 这个错犯的很大吗 很大 当时如果是您 您会怎么做 我会拼命 我会拼命 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 仁义 理智 信 廉恥 我不应该这么 我理解您的心情 那 您这么想 可能 您也希望儿子 是您这样的想法 对吗 我恨他这种脾气 心里有骨头 只有自己藏着 那怎么办 其实我能感觉到 因为毕竟儿子 在这场婚姻当中 很受伤害 您今天的很多话 都是挺含蓄的 在保护儿子去说 我甚至在保护儿媳妇 为什么那么保护他们 我的孙子 好可怜我孙子 我真可怜我孙子 孙子多大了 五岁半 快要懂事了 您老伴 这件事情也非常的担忧 他经常哭 经常哭 我推下这个阿姨的话筒吧 您好阿姨 您好主持人 老伴说 家里出现这样的事情 您是经常哭啊 瘦了二十斤 对 我哭了半年 天天流泪 我就心疼这孩子 也心疼我的儿子 也心疼我的老伴 全家人都 真的非常的不开心 非常的难过 对 老伴说 其实挺恨儿子 这么软弱 我也有同感 您希望儿子怎样做呢 不希望儿子阳光起来 嗯 好 您也别太着急啊阿姨 保重身体最重要 好吗 谢谢 一会儿我们上来聊啊 好了 谢谢 所以其实今天来到现场 先生是有诉求的 对 我的房子 是我的应该给我 我的儿媳妇 在那里没户口 牵着了房子 我说 没户口 没在那待过一天 没住过一天 甚至连在那是哪儿 都知道 所以您第一个诉求是 希望保护好自己的财产 对 就是不要因为儿子的离婚 牵扯到您认为的 对 自己家的财产 这是第一个诉求 还有吗 第二个诉求 我希望儿子 面对这件事情 正确地面对这件事情 不要有什么事 唯唯诺诺诺 当爱没了以后 就要面对事实 第三呢 我就请求各位专家吧 把我这个旅清了 要不然我会憋屈死 其实先生讲了很多心里话 但还没有完全讲出来 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老爷子是 爱憎分明型的 是吧 就是可能您这代人的 传统思想也比较重 就对一些不文明的行为 或者您看着 看不惯的行为 您是有鲜明的态度的 您这个怒儿子不争 是吧 然后觉得他呢 显得太懦弱 这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呢 我一听着您和您的老伴 都太疼您的孙子了 是吧 瘦了二十斤 儿子瘦三十斤 当然他可能更多的是 失去爱情的那样的一种 自我的一种消耗 但您的老伴呢 可能就是又疼孙子 又疼儿子 是吧 您肯定也疼 但您毕竟是男性 然后另外有一种愤怒 有一种力量在心里 可能还显得稍微好一点 因为您还要保卫战啊 是吧 保卫您的财产 保卫儿子的婚姻 甚至保护小孙子 所以您有一种力量 但是女性 就您的老爸会弱一点 然后您的儿子是当事员 更难一点 所以可能呢 你们家的事 真的还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从这个情绪方面 我感受到的 这个先生的情绪 好像有点低落 而且在刚才的谈话当中 反复的在说房子 房子 一直在聊这个房子 您还说了一句 我印象特别深 我恨他 这些词 我觉得您这个情绪 其实也直接会影响到 您孩子 他的一个情绪 不管这孩子 现在多大 他现在比如说已经结婚了 已经二十多了 或者三十了 但不管什么时候 他还是您的孩子 还是您的儿子 这个儿子 一旦遇到困境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一个做儿子的 然后首先想到的 肯定是自己的父母 他会把自己的父母 当作自己的一个希望 和一个靠山 和一个拯救者 所以这时候 您的情绪 我觉得真的至关重要 在顾忌您的房产的 这个安全性的 这个同时呢 您真的还要照顾到 您孩子的那种情绪 刚才刘曾老师说 他挺低落的 我感觉这叔叔 现在挺绝望的 我特相信 哪个爸爸妈妈 都特疼孩子 但是今天这叔叔 到台上就已经说 那儿子 你离不离婚 无所谓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但是这房子 必须得给我留下 可见这爸爸心里 有多么多么绝望 是不是觉得这儿子 一点都指不上 我对他们俩 都特别绝望 都特别绝望 对他们俩 这个叔叔 我问您一句话呀 就是您跟您的老伴 恨不恨您儿媳妇 我不是说 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因为我在想 如果要是我爸爸妈妈想 我的孩子 从跟这个姑娘 一开始谈恋爱 就住人家家了 生了孩子之后 把小孙子扔给我 人小两口 还是不回来 会不会对他 有特别大的怨气 没有 没有 那我就特纳闷啊 你看这儿子 基本上就住在 人家老岳母家里了 还把小孙子 就丢给您 您甚至没有怨气 那我就很好奇 您这么多年 跟儿子之间的 这个感情 已经 他已经成了 成了已经习惯了 一种习惯 习惯成自然了 因为 他们结婚七年 他们在一起 十二年 一直就是在他们家 所以后来 结了婚就 延续这种习惯 那是不是那个 当时小孙子 接过来的时候 您觉得心里 还挺安慰的 终于补偿了 我的儿子 就天天住人家家了 这个小孙子 起码给我了 我真的觉得 您是不是老两口 真把这个孙子 当成是一种补偿了 怎么说的 您刚才一直说 儿子很早就住在 岳母家了 对 我刚才听来听去 听来说已经十二三年了 对了 十二三年前 您的儿子那会儿 才二十出头 大学毕业了吗 没有 还在读书 没有 对 我为什么要问您这个问题 您考虑一下 孩子还在上学 您的儿子就已经 住在了女方家 这个事情当时 是为什么会这样去做 您当时有没有 提出过反对呢 我曾经说过不同意 不同意 然后呢 这里有个变故 我没说 您问我 我只能说了 又有一段时间 我没有房 住在我们 一个朋友的家里 我手里 有一笔买房的钱 我没有地方住 我没有地方住 有一笔买房的钱呢 这时候儿子呢 就跟我说 爸爸你把这笔钱 给我一部分 我要帮我阿姨 当时她叫阿姨 阿姨是谁呢 就是她老岳母 老岳母 您知道吧 去买股票 就是想 从父亲那拿 拿一些出来 去买哪的股票 买美国的股票 可能吗 我儿子太幼稚了 太相信人了 我就没给他了 当时两个人 闹得特别特别僵 后来我的儿子 给他妈 磕了仨头 说妈 我不能孝顺 牛头走了 跟这个 也有一定的关系 您刚才 一直在提到说 第一个夙愿 就是要保住房子 房子 现在写在谁的名下 写在儿子 已经登记到儿子名下 是产权房还是承受房 是拆迁房 是我前门拆迁房 好 一会儿具体细节 我会再问您 刚才主持人问您的时候 当时您知道这个事情 您想怎么做 您说您想去拼命 此时刘先生激动地说出一个 让人震惊无比的消息 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十分惊讶 也十分不解 为何刘先生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数次欲言又止 似乎极力想隐瞒的 那个巨大秘密 与这件事情又是否有关呢 什么 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先生您说 我来这录节我算 您刚才说这个信息 可是非常的 这有他来说 就是这个是不能够有 任何的偏差的 或者我们进口开核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您想告诉我们吗 还是让儿子上来说 我儿子发现这个手机 手机里有第三种 第三种他们相当相当好 如果我说错了 我自己负法的责任 很有可能 在我儿子 我儿媳妇坚持要离婚的时候 他们还有个小孩 三月十八号没离之后 他们不得已做了流程 他们甚至给孩子的名字 都起了 这就是刚才我不愿意说的 天啊 这是我不愿意说的事情 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事情 这些都是有证 都是有证 儿子的婚姻当中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您说的如此之大的变故 儿子有什么话要告诉我们 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行行行 你别着急 不好意思 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 来来别激动 此时 当父亲讲述了 儿子婚姻中的巨大变故后 情绪十分的激动 而这个家庭中发生的事情 似乎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为了帮助刘先生 一家更好的解决问题 我们决定请儿子小刘上场 而他又会告诉我们 哪些更加震惊的事实呢 您好 小明好 大家好 这么多材料 这个对材料比较多 这个是我拿到的手机 然后这个是材料 这些材料是什么呀 什么都有 您请坐慢慢说 爸爸刚才下场之前 说了一件 让我们都很震惊的事情 我都听着呢 是爸爸这样去推测的 猜疑的 还是真的发生这么严重的事 发生了 这个是事实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应该是4月18号 在那之前你是完全不知情 在对 不知情 一点都不知道 发生了手机事件以后 我们才知道 4月18号发生了什么事 4月18号 我们在一个肯德基里谈话 谈话的时候 我把他手机拿过来了 当时在谈什么 谈离婚 还有一个房子的房租 谈离婚 其实那个时候 您并不知道 他为什么要离婚 还是完全不知情 就是在拿到那个手机之后 就知道了 他说爸爸 我抢到他的手机了 我说你赶快把那个东西给我传过来 之前是真的不知道 我曾经跟他说过 你给我的理由 都不是离婚的理由 任何一个都不是 所以你抑郁 对对对 那个时候非常难受 曾经想过自己自杀 或者是带着孩子一块自杀 就真的这么想 4月18号知道了什么 4月18号拿到那个手机 我知道他上面写着 还有一个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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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怎么看到的当时 我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 手机电话响了 头像显示 他的老公给他打电话了 他的老公 对 当时您还是他的老公吗 对 当时我问他 我说 你老公给你来电话了 你老公在哪呢 你老公过来了吗 他说没过来 这是你 你截图的吗 这是什么 对 这个是 那个男的 当时你就看到了 这样的 情况 对 当时已经是愤怒到极致了 已经没有什么思维了 就刻意地保持那唯一的一份冷静 然后想 那就离婚吧 这个手机就是他那个手机 这就是当时你抢来的那个手机 对 这个手机是你妻子的 对 现在能开机吗 应该是能吧 当时你看到这个手机上显示的是什么 我看第一时间看到的他的手机显示的就是 来一个来电话 有一个男人 然后上面写着老公 但是并不是你打给他的 不是我打给他的 那你有问他这个人是谁吗 我有问过 他解释的也是含含吾吾 我也没说几句 您是知道密码的 我是知道密码的 是那个男的生日 所以是很多的这个东西 你都看到了 对对对对 我都看到了 包括他的给记的名字呀什么的 这个你信不信 这个是打不开了 对对对对 他已经在那边登录了 你问他他怎么解释呢 我问他 我当时想的唯一的就是孩子 那出轨的话 那你把你的东西全部给孩子 他说不可能 当然那个时候 因为刚拿到手机 不可能快速的 把这个手机里边的东西 全部知道 只是简单的翻阅了一下 就 就挺 挺过分的 简单翻阅了他的通话记录 通话记录 照片 还有微信 主要的还是他的微信的对话 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两个人 就是很暧昧 每天都是以老公老婆 这样的称呼在 在沟通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刘发现了妻子手中的 那个巨大的秘密 这像一个炸弹 让他整个生活都乱了 他从未想过 自己与妻子十几年的感情 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让他痛苦不已 但是让他欣慰的是 知道真相的他 不再纠结与妻子离婚的原因 而是慢慢的开始释怀 抑郁情绪 也有了好转 也就是这么长时间 抑郁 难受 求和 到那天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一点也没有了 就知道原因了 从那以后 一天一天的再转好 但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原因啊 因为 因为四月十八号嘛 之前也闹分居 他也就是 每天的就不让我回去 然后这个时间也一天一天在熬着 慢慢慢慢的都快接受了 因为三月十八号去民政局办理离婚 那天其实我已经认了 任何人没想到三月十八号 民政局没给我办这个离婚证 结果事情就慢慢的在变化 所以水落石出了 对 水落石出了 此时小刘告诉我们 他发现妻子的秘密后 也曾经试图和他联系核实 但是对方的回应 小刘也说得含糊不清 所以在此之前 我们编导也和小刘的妻子进行了电话沟通 取得了妻子对于此事的回应 在和小刘妻子通话的这个过程中 我得到了三个重要的信息 第一就是 小刘的妻子表示不愿意通过这种媒体的方式 透露自己的姓名 图像 声音等一切的信息 所以我们呢 也没有再邀请她来到节目的现场了 第二点就是关于 她很长时间没有去看孩子这件事情 她表示对孩子十分的想念 但是担心去看孩子这个过程中 会跟婆家人和丈夫再发生冲突 所以一直也是备受煎熬 没有能急着去看孩子 第三点呢 就是关于 如果说这段婚姻走到最后 小刘的妻子愿意跟丈夫去协商 关于孩子的抚养问题 你想过挽回吗 4月18号之前 包括拿手机之前 一直在想挽回 她太喜欢她了 还真是太喜欢 因为 毕竟是亲妈妈 我是这么想的 也是从大专 然后经历过创业 然后到后来 13年的感情也不是太短 当然拿到这个手机以后 就是不想再挽回了 一点也不想了 当时你看到这样的情况 也把情绪控制得很好吗 没激动 没冲动吗 冲动了 确实挺冲动的 我觉得 作为一个男人 然后出现这种事 我觉得我就刻意保持够冷静的了 当时做了什么 然后 我打了她几个巴掌 其他的就没有做 过谁 谁不拼命 人在冲动说 或者你们分居的时候 有了一段感情 也许没有那么深刻呢 也许还能拉得回来呢 不会啊 怎么那么肯定呢 我什么事都能接受 但是原则上的事 我接受不了 而且对孩子来讲 没有 基本上没有尽到一天 当母亲的责任 而且他到今天为止 我估计他 还是不觉得自己错 他一直理直气壮的 来跟我说这件事 他怎么会理直气壮呢 我也不知道他这种 他这种金头是从哪来的 因为你的妻子没有来啊 我不知道他会给我们什么样的答复 对啊 但是会不会没有你想的那样不堪 你落实了吗 我落实了 第一次没想到 三月十八号这个婚没理了 第二没想到四月十八号 我会抢他的手机 他的就是 我抢到他手机的时候 就是他个子不高 就是拼了命的去拿这个手机 而且在这之前 他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化 但是 什么意思 就是他一直在玩他的手机 你只要一碰 他就他就会提起一些 就是啊你看看你 这个老是疑神疑鬼这样的 你就不能去碰 你只能默默承受 看到他在变 一点一点在变 知道了怎么回事之后 你们就真的决定离婚了 我是这么想的 他心里会有 谴责也好 各方面的 这种心理压力也好 他会主动来找我认错 然后对孩子有一个交代 但是没有 直到他 大概是六月份吧 他起诉到法庭 然后我是接到这个 法院的电话 拿到他的起诉书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女人已经 无药可救了 我拿到这个起诉书的时候 我都想乐 因为没有一句是真实的 真实的事情 他也不会去提 刚才我们看到起诉书了 大概说的是你殴打他 所以要求离婚 对对对 你没有跟他 包括去他家里 把这件事情 大家都说清楚 他也没有向你道歉 或者没有任何悔意 没有没有 他家里人 我现在不知道 他知道不知道 我感觉已经知道了 但是无论人家出于保护孩子的立场 还是任何立场 他在家里面没 没说过一句话 因为我的孩子 想姥姥比较多一些 姥姥自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吧 也没打过一个电话 也没打过 母亲也是没打过 他们的道歉 没有 这突然的变故 突然的变故 你们全家都承受不了 但是父亲 还有一点很不满意的 是出现这样的事情 你的态度 他人一直都很软弱 其实是这样 拿到那个手机的时候 我真的想去他家拼命 真的 确实有这种想法 因为当时我已经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了 但是当时身边就是有朋友在说 你去他家 又能有什么作用 你拿着这个东西 又能有什么呢 人家父母完全可以说 这个孩子的事 你归我们管 你们自己私下解决 后来我冷静的想一想 去了也不用 我一直在希望他能自己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没有 性的太陌落了 太随我老伴了 包括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 他也没说自己有什么错 我跟他说 我说你自己做的事情 你自己知道 他反问我 我做什么了 态度可能比我还硬 我做什么了 是不是他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么多 因为你只看了一下手机 只是个暧昧的转信 我觉得也是他不知道 我知道的特别多 那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呢 他手机里的东西 而且我破解了他的微信聊天记录 他这些东西他应该不知道 然后里边的聊天记录一看 简直就是 就是可以用恐怖来说吧 简直可以用了恐怖来说了 他跟我说有多话 别说 所以说这是我4月18号以后 一点都不想挽回 一点都不想复合 我明白了 实际上当天 那个手机抢过来看到的东西 只是一个表面 你用了后面的一些调查 去确认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对 你用了恐怖这个词 可见当时你的心情 就黑暗到了极点 有人曾问我说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情 心态来把这一万四千条短信看完的 他们两个为了证明感情好还是什么 他们两个换的手机 这个手机是一个男的的 因为都有一个ID 这个ID上清楚写的这个男士的 姓名 家庭住址 父母联系电话 这些都有 为什么要都看了呢 那么多 其实每一条都是刀子在扎你的心啊 其实看的时候真的挺难受的 13年吧 我曾在他提出这个的时候 我跟他说过 我说如果 如果你外边有了新的喜欢的男生 你告诉我 第一咱把孩子安顿好 咱俩和平离婚 他给我的就两个 没有 没有 当看完这些的时候 我觉得 这个东西也有个人性的问题 我 虽然你今天描述起来 似乎还算是平静 但我相信当时你看到这些微信内容的时候 不是现在这个状态 不是不是 我曾经在这段就是 拿到法院 就是 判决的这个期间啊 我好了很多 因为朋友亲亲一直在帮我 开导我 我特别感谢他们 然后 接到这个的时候 我又一下就又回去了 此时小刘告诉我们 当他看到妻子另一段感情的一系列证据时 他再也无法忍受了 原本已经好起来的抑郁情绪再次爆发 身体状况急转直下 暴瘦三十千 在他心里对这段从校园走到婚姻殿堂的漫长爱情十分不舍 但是确凿的证据又让他再也找不到可以原谅妻子的理由 然而 没想到最后妻子甚至连一句解释和道歉的话都没有 这样的结果是他始料未及的 也让在场的所有人揪心不已 那么究竟他拿到的证据都是什么呢 其实不是想看你们的隐私 爸爸刚才也说其实担心你的状态 你也说了拿到就最近拿到这个判决书 其实心情又降到了很低 对对对 因为你认为明明是他做错了 对 还只高强来起诉我 对对 所以我想请老师们来看一下曾经你们看到的微信的内容 好 是为了更多的了解你的心情 好 帮助你 好 好不好 不介意吧 不介意 不介意 我们请老师们看一下啊 屏幕的背景是 目前还是你法律上的妻子 对 目前我法律上的妻子还有这个一个公司的人吧 同事啊 应该是业务上有交集的 看起来很年轻 他比我现在的这个妻子小九岁 小几岁 小九岁 90后了是吗 90后 你心里过得去 看到你的妻子的出生 是83年出生 对对对 小九岁 小九岁 92年 92年 92 一直在叫老婆老婆 起诉书上说他已经抑郁了 我丝毫看不出他有一丁点的抑郁 我跟你讲连他们家都敢砸了他 这张照片是拍在他本人的照片 对对对 发给了那位男士 对对对对 我就想找他去 网上有一件就这样的泳衣吧 也是也是那一把 然后他想买 然后他穿上了以后给他发过去让他看 把相片贴在他们家里 我看他怎么回的 要不我就不说这对 你看着他们两个在一起照片 那不得是万剑穿心的感觉 真的 我看的都喘不上气来 当此时小刘再次看到妻子 与其他男人的这些暧昧语言时 他再次心如倒戈 或许在他内心依然深爱着妻子 但是这些事实却已经完全触碰到了底线 再也找不到借口去原谅妻子 十三年的爱情有可能就此之 而这样的复杂感情让他未感见好 所以今天你能这么还平静的跟我们沟通 看到这样的照片 没有很冲动的说我要去怎么怎么样他 我还真的是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孩 很好的男人 有自控力 我就是狠的 你说这孩子怎么扶不起脚了呀 当然爸爸一直在说你软弱 他恨你 你也有软弱的一面 请坐啊 刘敦老师 生气不堪了 心度的厉害 刚才你谈到了一下 然后你在有时候对他的一个质问的时候 他说我什么都没有做 然后你有没有拿这些让他来解释一下他有没有 没有 从来没有 情怒气不争的 真的 到现在他都不知道你手里有这些东西 对吗 他应该不知道 因为他当时拿到他手机以后 他快速的把这些 这些APP啊 全都给注销了 就像微信啊 这些聊天记录 他都给注销了 但是 这个手机里有一些拍的照 这是他删不了的 刚才您看的 有一些就是他的自拍啊 这些东西 那您是出一种什么考虑 就是到现在都没有把这些东西呈现出来 我就想 他知道错了 给我的家 给我的孩子 给我道个歉 然后 我们把婚离了 把孩子应有的东西给孩子 就一直在等这个他的回应 但等来的就是 他拿着他的那个起诉书 把我起诉了 其实你很善良 他犯错了 你是觉得 好 我们可以离婚 但你现在又再度陷入抑郁和痛苦 是因为你犯了这么大的错 去起诉我还歪曲事实 这是您刚才说的说 人性的问题 对 所以这是你痛苦的地方 如此赤裸裸的东西 就不光你接受不了 可能任何人也难以接受 就非常理解你 但是呢 有一点 就你的妻子呢 一开始你觉得 他拿着手机进浴室什么 已经非常非常不正常了 你觉得可能就有事 对 是吧 你这个看到 4月18号 比如说你认为是个节点 就看到这个呢 也不过就是印证了自己的猜忌 只不过呢 没想到如此的不堪 但是你的妻子呢 其实他也表现了一定的女性心理 就是说他可能跟这个小九岁的人 不一定能走到婚姻的殿堂 所以呢 他对于你是一种 比方你猜疑他 他会指责你 然后说我没有 我没有 对 即便你看到了 他还说我没有 就是外边 可能他也是一时控制不住 或者说已经走得很深了 但是可能还没有到 说能够谈婚论嫁 所以他这边不敢跟你这个承认 因为他如果那边很靠谱了 我估计他用不着你猜那么大段 可能早就跟你说了 他3月21号的聊天记录 此时小刘告诉我们 他通过妻子的聊天记录 推测出了一个惊人的信息 那就是妻子有可能在另一段感情中 还有了孩子 这个信息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唏嘘不已 那么这究竟是小刘的推测 还是确有其事呢 接下来与小刘妻子的连线 会为我们解开谜底吗 两个人在这里把这个名字都提好了 叫依依 这是我看到聊天记录的 有几个场面吧 这个男人给他发了一个离婚证 然后我的妻子就问 说这个离婚证是谁的 这个男人说这是送给你的 我的妻子说 就差一步了 就差一步就把这个婚离了 现在我太闹心了 兵政局办完了 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 当时我们3月18号自己写的协议是 他每个月给孩子1500块钱的抚养费 但是两个人的对话里说 我不想给 我凭什么给 我一分钱都不给 然后这个男的跟他说 你不给是不可能的 怎么着你也得给500块钱吧 然后还有他们两个人偷拍我的车牌号 在夜里黑漆漆的情况下 他偷拍我的车牌号 然后要分我这个车 其实他们早就开始已经有预谋了 包括对我的房产 我这儿媳妇给我儿子卖的山东西 他敢给他数钱 一审的时候 他的律师跟我说 咱们就私下协议吧 像你这个也不好举证 不占什么便宜 没有离不了的户 我把他叫过来 我问了他 我说这段时间你没见孩子 你不想孩子吗 我想你打我 你从来不让我看孩子 我说我一没绑着你 二没绑着孩子 你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看这孩子 我说今天就可以看孩子 我不看 我走了 人家现在心已经不在咱们家孩子身上了 如果说并不是他跟你说的什么 他打我所以我不能看 不是 因为事实性真相 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 他不看孩子 如果是好好的看孩子 确实绝情 但他为什么如此绝情 他在聊天记录已经很明确的说 姓什么就让姓什么的去养 这个是这个男的告诉他的话 当时他写的协议是这样 所有的负债是我单 孩子由我负责 每月给一千五 就是其他的就没有了 首饰归个人 因为他在那段期间 我发现他首饰越来越多 因为我对首饰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概念 我是什么都没有的 是什么事情让他变了 如此的和你以前认识的他不同 就是因为碰到这个男孩吗 我觉得是 还是你们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 你自己不知道呢 因为夫妻之间13年 我个人觉得小打小闹 就是有时候说点什么 过了后就会好 可能在他心中不是吧 这12年让人家劝扬 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事 也是我一直抑郁的原因 我是从来就没想过出现这样的事 你觉得一直还不错 我觉得一直还不错 因为我的 我无论是挣多挣少 我的工资是全部都给他的 所有的证件 所有的发展证 我都是搁在他那边的 然后就是每个月 我从他那领取零花钱 我觉得人在情感这个方面 他的付出和索取 一定是需要平复的 也就是说 如果要是有人对我特别好 过去我们经常说嘛 说这个什么 富养的闺女嫁长工 就是爸妈对他特别好 所有人都对他特别好 他一定会选择一个 能够让他吃苦的对象 就是后来我们都特不理解说 为什么会这样 而是你要忽略了 其实人性当中有一种 这个本质的需求 就是我是需要付出爱的 所以我就感觉到 我听你们的故事 我就一直都觉得 你跟你妻子的这个恋爱过程当中啊 你就一直没站起来 你就始终在他面前跪着呢 就不论是在房子问题上 还是财产问题上 还是各种各样的问题上 那半夜两点钟发短信 你说我这十来年了 我一直纠结这事 每年都能抓着过一次 但是这十几年了 你不还一直忍了 就忍到现在了 所以你妻子觉得没事 我老公是可以忍的 即便这次闹腾的再大点 也没关系 所以其实我是觉得 你在你的妻子面前 从来就没有过原则 就你始终没有 调通过你的态度 我觉得很奇怪 我觉得好像给我的感觉是 你很害怕跟他发生正面的一些交涉 你可能会觉得 一旦真的发生这些交涉之后 一方面是自己十几年的那种爱 感觉全会化成泡影 另一方面你可能会觉得 自己彻底失去的这个家庭 可能你在人家里住了十几年了 享受那种温暖 也付出了很多很多 一旦要是彻底没有了 可能在你心理上 你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我特别提醒你 注意一点小伙子 就是在这段感情当中 我一是认为你没有底线 你想想一个人 已经在我面前跪了十几年 我要什么 他必须给什么的时候 现在我如果提出一点 点点要求他不能答应 那我肯定接受不了 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要的就是天天吃饭 逛街看见眼儿的生活 每个女人都会这样说 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 你给不了我 这都是他一个离婚的理由 我觉得其实一个人 如果没有爱了 任何理由都可以称之为理由 我现在给你的建议是 你现在一定要硬气一点 我不知道你刚才 有没有听你爸爸说的话 你爸说对你特绝望 真的 我觉得他对你的绝望 不是说因为简简单单一套房子 也不是因为你的感情 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而是他觉得这个儿子 到了这么大的事面前 你还没挺起腰杆来 你甚至没有胆量 把这个事情挑明了摊牌 去跟他去讲明白 我觉得这其实能够反映出 一个男人面对生活的担当 说到这里 就是我想问一下霍律师 因为这点我也不懂 就是如果说自己的丈夫 以特殊手段 破译了妻子的什么密码 然后进入了某个私密空间 看到的东西 在法律上 就是说受保护吗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 你获得证据的这个手法 可能确实是涉及到违法 但是我想 在离婚案件当中 如果您呈现了这样的证据 在一认定谁是过错方的情况下 这份证据 它是可以被采纳的 但是说关于您 是否采用了违法的手段 去采取了获取该份证据 那可能是另一个法律问题 可能帮助您去获取这份证据的人 或者是您 可能因此也要受到一些法律上的制裁 但是我想这是两个法律问题 因为法律最终要还原的是 案件的真实的情况 到底当时您的妻子 是不是与某位男士 发生了不应该发生的关系 和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 法律上可能你不应该打 你不应该骂 但是你是一个活灵活现的人 可能当时的那种状态下 你做了那样的事情 我今天抛开我自己律师的手 就作为一个人 告诉你 在那一刻 你愤怒了 你凶寂了 我能够一起 如果你选择要离开他 我不反对 甚至我不会劝你 谢谢老师 在法律上能够支持你的点 我会一个一个的来帮助你 谢谢老师 我相信律师说的这番话 很多就是你爸爸的心声 我把爸爸也请上来 好 现在的这个情况下 你的父母是你最大的知己 对 不要让他们再担心 好吗 刚才律师说那番话 您听到了吗 律师说的我热血沸腾 原来是维护这个家 既然维护不了这个家了 咱们就面对事实站起来 把事情理清楚 来到现场 是最近又收到了这样一支 离婚的这个判决书 对 儿子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居然还起诉了我 所以似乎情绪和状态 又往下出流了 不成样了一开始 他曾经瘦了几十斤呀 瘦了不到三十斤吧 他瘦了三十斤 他对孩子挺重感情的 真的 但是感情已经 不存在了 他们感情基础好吗 您觉得 一开始感情基础挺好 一开始我感觉挺好 你们挺支持他们的 现在都是自由恋爱 就是俩人喜欢就好呗 那看来也并不是特别支持了 您这么说 一般 来帮我推下妈妈的话筒吧 你好 当初他们的这段感情 这门婚事 您支持吗 看好吗 我就是什么 我的思想就是 我认为这个姑娘个儿矮 个儿矮 影响后代 我就是这方面有点 别的方面有点 没有 您明确提出过反对吗 儿子结婚前 我曾经就是结婚了 没有几天 我曾经跟他说 我说你跟他结婚 你觉得能幸福吗 他说 我们俩挺好的 我说那要有了后代 来怎么办 他说他们不要孩子 这么说的 你那么担心呢 所以我就自动他的意见了 这个小虎的身高挺高的 有一米一米七九 差不多一米七九 一米八 这个你老婆多高啊 刚才交朋友的时候 他告诉我一米五一 然后有一天 我偷了拿纸的凉了 可能不到一米四七吧 可能到一米四六 这个样子 他们两人出去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竟是只是连连的 和你身高差这么多呀 你还是真是挺死心 他地的爱他 当时是吧 现在已经谈不上有任何爱了 所以当初甚至是 不顾家人的反对 爸爸刚才讲的那件事情啊 对方让你帮忙去出钱炒股 你等于是说离开了家呀 因为家里不能给你这份钱 十多年以来啊 你是一直住在女方家里的 是这样 因为当时她上班的地点是在顺义 她在动物馆左右 因为如果说住在这边的话 她是 她得 就是三四个小时吧 到达单位 我呢当时上班的时候 也是在东边 就近吧 你住在丈母娘家里 还是你们小两口单独住 住在家里 十几年一直和对方的父母住一块 基本上是 有点像上门女婿 有点像吧 对 倒插门 你们倒插门 你们父母同意吗 都是北京孩子 我们左右不了她 左右不了他们了 她不是软弱吗 怎么还左右不了她 人家在画严谨的事情 当时有意见吗 他们买的一套房子 其实离我们就特别近 一开始我还感觉 是在那边住 结果没有 还买一套房子 婚前嘛 几天 在 李向城 那边购买了一套 商品房的一居室 谁卖的 等于是她的名字 谁拿的钱 等于是我们俩拿的钱 开始是她 她母亲借的 后来我们给还了 婚前就是 婚前 婚前大概十天左右吧 在她名下 对对对 接下来在2011年 把这个我名下的这套 回迁的经济使用房 就是购买完了 这是第二套房 第三套房 当时就是也是巧合吧 去了趟河北的香河 在那购买了一套 100平米带院子的 一层的三居室 精装修的 总共就是这个 我们两个人这么多年 就是这些 写在我丈母娘的名下了 等于是两天的大人 都穿和在其中 因为当时 当时北京是现代的 我们首付要交到60% 我没有这个60% 但是我特别喜欢 那个一层 带那个100平米的院子 我憧憬的将来是 孩子在那个院子里玩 大人在那个院子里乘凉 我设想了一切的 美好的事物 今天可能都没有了 那个当时是 挂出了30多万吧 就从我卡里 打出去30多万 他说他妈说 那房子是他的 妻子 在离婚诉讼当中 提出的要求是什么 他没有提第一套 和第三套房 他觉得这个都是他们的 然后提出分割 我父亲的这个 回签的 这个 然后我父亲也是 比较气愤 你怎么想的 现在你出了这个事情吧 然后我想 就第一套房 把属于我应得那份给我 是什么 就是 一半吧 嗯 然后 第三套房 这个 相合这套房子 然后 我想要回我租的钱 回签的房子呢 回签的房子 是属于我父亲 如果 法律支持的话 提出过这三套房 你的要求吗 提出过 就是3月18号提出的 我就 要我父亲这套回签房 还有那辆贷款的车 这么长时间 你们没有再交流 没有因为这个房产 在去面对面的 谈判吗 没有 这位父亲做何感想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会都没有再交流呢 离婚协议书 是我 儿媳妇 起草的 我这套回签房 回他 没提我 的事 然后呢 理想成 对儿媳妇 如果 他的本意是不要孩子 一直坚持不要孩子 如果我们带孩子的话 车给我 但是有期望我再淡货 给我们还滑 听起来你们 特别被动 离婚协议也是对方 对 起诉也是对方 对 我没跟着 我就生气嘛 那你生谁的气啊 先生 我生儿子的气 对啊 我生儿媳妇的气 尤其我听到 你说三月份 有这样一个离婚协议 四月份发生了 这样的事情 这都半年过去了 你就没有做任何行动 他有他的一个什么理论 就是说 等孩子再大点 等孩子再大点 这种情况下 你总应该跟他 当面的去 把这事沟通好吧 嗯 跟他沟通了吗 拿到这个诉状之后 嗯 没有 哎呀 你想 跟你的妻子 现在还是妻子 那个他 沟通一下吗 提出你的要求 协商一下吗 可以 可以 嗯 就在现场 对 打电话给他 对 哎呦 你知道儿子 突然有了这样的勇气啊 好 把你的诉求告诉他 把你知道的一切告诉他 听听他怎么说 嗯 此时我们惊讶得知 小刘从未正面 与妻子沟通过财产问题 反而小刘的妻子 明确要求了 如何分配财产 我们决定 在现场 与小刘的妻子 进行电话沟通 但很遗憾的是 小刘的妻子 并没有接听我们的电话 此时 小刘提出 可以联系自己的岳母 因为岳母 对整个世间的经过 都是知情的 那么小刘的岳母 是否会接听我们的电话 或许成了最后的突破口 这个结果 牵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们是不是会不接你的电话呀 以前没有这种现象 因为 你先到了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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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您听得出来我的声音吗 我还真没听出来 妈 嗯 妈 哎 哦 正华呀 啊 怎么样 身体对着时间挺好的 时间有还行吗 嗯 你在不在 我在呀 他去哪了 您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嗯 那我怎么跟他联系啊 我也不知道 我说他那手机跟家呢 哦 他手机跟家呢 他不在家 啊 他没跟家 他上午出去了 哦 离婚这事 您怎么想的 我怎么想 我想你们俩好 你问您现在 你说 你们都这份了 你说 大人还怎么想啊 哦 那 您不知道 云 后来没什么都没跟你说是吧 没有 那您这么长时间也没看孩子 您不想吗 我 我怎么不想 妈 那您这么长时间 您 您想孩子 您为什么没给我打一个电话呢 快半年多 我怎么给您打呀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给我打 嗯 我给你们打 我就说让你给孩子送来 你们送来吗 您没有给我打过 不是 他给你打 你就不 你让你给孩子送来 你都不送来 妈 咱拍着良心说 您哪次让我送过去 之前我没给您送过去 有一次吗 给你 我 非得我 给你打电话 妈 是这样 我现在在北京电视台 谁在说呢 喂 那你们到北京电视台 妈去了 我到北京电视台 然后把这个 我跟他的事说一说 阿姨您好 我是实在说的节目主持人 小不谈你他们的事情 没有 是跟您说一下 其实 我们这个家长都为了他们阻老 是的 其实这个小伙子也说了 之前他是很珍惜这个家的 这你女儿好像是离婚的态度 我也珍惜啊 对 女儿的离婚态度特别坚决 您知道原因吗 我不知道 您知道他有人 发生什么问题我也不知道 您知道他有了其他的感情吗 不知道 那您知道现在他们要离婚啊 包括女儿不是起诉了吗 关于财产的分割 我跟你说 一切我都不知道 他也不跟我说 女婿怎么样啊 您觉得 我觉得不错 对 您觉得女婿有什么缺点吗 因为你女儿没有到场啊 其实也多少想听听你们 我跟你说 孩子的问题 有什么缺点啊 我也不发表什么意见 请我们的律师跟您说两句啊 阿姨您好 谢谢啊 娘啊 别等我谈 我不跟你们谈 你们能找我姑娘谈 我就问您个小事 刚才您这姑爷说呀 他们那个当时小两口啊 要在那个香河买了处房是吗 那房子是我买的 那不是他买的 那当时谁出的钱呀 那不是他买的呢 当时买房子是谁出的钱呀 我出的钱呀 哦 香河那房子是您出的钱 那当然了 你哪年买的那房子呀 那不是谁出的呀 我没有卡 啊 我这房子一下来 我就给我姑爷 落到他的卡里头 完了他就转到我卡里的那个那什么 因为我家也出现了一点的问题 这可以你也可以问你啊 但是买房花多少钱呢 花多少钱 那个叫我80多万嘛 多少万 他们操作的 这个房子是他跟我女儿操作买的 可是我花的钱 我的名 知道了吗 那办手机的时候您没去是吗 我怎么没去啊 我跟着去的 哦 跟着去的 你不会写字呀 哦 您不会写字 没有文化 哦 当时您给了他们多少钱呢 您还记得吗 我给了多少钱 我这个事 我没跟你说了 这是让我姑娘那个 那什么 啊 我因为我这钱都给我给他们两人了 您不跟我谈 您这姑娘谈 行 哦 好了好了 跟您姑娘谈是吗 我也都不知道 哎 好好好 我们知道了 您还要跟您姑姑爷说两句吗 挂了 赵母娘打着电话啊 我们都能听出来两点 很重要 一 你这个赵母娘对你真的是挺满意的 没得说 但是她回避不说 女儿和你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也许老人不知道 我们也希望老人能清静啊 但似乎从她的口气来听 你没有做错 二 关于提到这个湘河这个财产的问题 律师做了一番沟通 我不知道律师什么样的感受 刚才呢 我主要是要跟您的丈母娘啊 沟通一下 到底当时买房的情况是怎么样 谁出的钱 登记在谁的名下 那看来呢 您的丈母娘的意思是说呢 房子呢 是丈母娘买的 只是说呢 因为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 所以说让你们代办 钱呢 还是她出的 基本上是沟通 是这样一个情况 但是她也说 一下拿出来三四十万 拿不出来 所以说呢 这个出资呢 是日常每个月 给的你们小两口 是这样 当时她家的就是 出租这个房子 达不到那个价子 她每个月大概是七千左右 一下让她出四十多万 三四十万 她是没有这笔资金的 当时是 确实是我和我爱人 从我的卡里打出一部分 是第二套房 潘家园的租金 那个租金 每年是大概是五万多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 额外的网店收入 你所谓的潘家园的这个房子 是你们的回钱的房子 是吗 对对对对 那个房子租金比较高 然后是这些钱 会搭会总在一起 然后交这个守护 但是她确实 她出钱的是什么钱呢 是每个月的月供 我们三个人的 就是财产 就是比较混乱的 就动于就就 刚才我也说了 把工资交给她 我们三个人的钱 其实是放在一起的 月供现在确定不了 是因为是你们三个的钱 放在了一起 对对 但是首付款 你明确到底当时谁出的 首付款是从我卡里打出去的 打给了谁 把我的钱打到她妈的名下 然后再去 再去给开发商的 是你出租 因回钱所获得这套房屋的租金 所凑齐的这笔钱 是吗 对对 不光是租金 还有我跟我爱人的收入 是非常遗憾的是 和你的妻子没有沟通上 那我们也会一直跟她打电话 包括我们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也需要你来配合 完成和你妻子一些沟通 行行 好吗 其实今天不仅仅是爸爸担心 妈妈也非常担心 我们也把妈妈请上来吧 好好好 来 有请母亲 真是特别瘦呀 好 瘦了二十多斤 身体还好吧 阿姨 身体不太好 心脏 睡不着觉 睡不着觉 嗯 儿子这事让您特别闹心 对 你了解他们的 夫妻的这个婚姻状况吗 一直以来 我一直认为他们俩不错 我还挺羡慕他们俩 每回都是这样 我有时候 我感觉 我都觉得 我觉得我老伴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我是这种想法 嗯 那怎么会突然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那 那就是 他长期在那边 所以有些事情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那当时 这儿子结婚结到那边去 您当时怎么舍得让这儿子去那边 我阻挠不了他呀 您阻挠过吗 那 我答一句话 嗯 我那亲家 亲家就住在亲家母家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转到 长到他来呢 他们家可能意愿是 就这么一归宁 那你们怎么舍得呢 就这么一个儿子啊 那我儿子的心思全在儿媳妇身上 我觉得就是妈妈和爸爸 对儿子的这种 家的这种召唤的 情感啊 没有那么深 或者力量没有那么大 我个人的感觉 有这种可能 尤其妈妈上来我突然觉得 妈妈和儿子之间 没有那么亲近 因为我从小时候跟我奶奶长起来的 然后父母那时候也是 九州 我记得 我印象中就是九六周周 反而我跟我奶奶感情特别深 我 我觉得 在我印象中全是我奶奶 你从来没有跟爸妈共同居住过吗 应该是上班以后吧 上班以后 上班以后 奶奶没了以后 奶奶没了 奶奶现在就相当于我老伴 然后我们去上班 上班以后 回到家了 看看她的作业 奶奶去世以后 她才真正回来 多大了那个时候 她也十几岁吧 所以其实就是童年啊少年啊 更多的印象是奶奶 对 爸爸妈妈也不在身边 少 所以当你碰到爱情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因为留恋父母 而丝毫放弃爱情的这种想法 对 理解 所以阿姨其实对于儿子和儿媳妇的这种感情生活 您知道的并不多 是吗 我一直认为他们俩挺好 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知道您也很难过 但您希望该怎么去解决和处理 我们跟我老伴 我们都属于是传统的 我们这个年龄 我接纳不了 不想接纳 他如果假如说他想接纳 那他就自己过来 过来 我就是这个想法 所以一切的核心都在于 这个年轻的妈妈 我们不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思想的转变 也不知道她经历了怎样的其他的情感 完全不知道 遗憾的是也连期不到 但今天留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真的要马上破裂的家庭 和又小的孩子 还有伤心的父母 婚 如果真决定出继续了 不过 怎么个不过法 财产怎么分配 孩子怎么去处理 包括以后的生活 我们自己都要做一个安全 未来的打算就是 如果能把这事了呢 带着我父母和孩子 我们应该去撒撒心了 我们一年了 在这种事下 就过得精神都不太好 我要好好带着孩子 和就是在我母亲的帮助下吧 我确实是特别细 如果母亲能帮助我 我好好把这孩子带好 让家里过日都过得更好一些吧 你也辛苦了 爸爸妈妈呢 有些事 想有的瓜不甜 房产这方面 还多请教请教 律师 还有专监 就是我们一家 他正做起来了 路还得走 就是交给法律吧 交给法律吧 把我这件事 彻底底交给法律 此时 小刘讲述了婚姻变故 带来的痛苦经历 但认清现实后的 他对未来的生活 已经有了打算 决定将一切都交给法律 而此时我们却发现 儿子与父母之间的交流 少之又少 原来儿子从小 由奶奶照顾长大 长大后 也在岳母家生活 家人彼此相处的时间极少 而儿子的婚姻危机 使得刘先生的不满情绪 彻底爆发 父子关系十分紧张 专家老师们发现 小刘与父母之间 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 才是让这个家庭 走上正轨的重点 其实就从方方面面 你这个生活当中 给我的感受都是 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寒寒乎乎 就这样的话 就把你造成了 在你面对你这个生活的时候 始终都处于一种 略视和背重 当然咱们并不一定说 在生活当中 我们必须要主动 这有主动就会有被动 咱们最好的方法是 能够保证一种正常的 一种生活的一种常态 他遇到事情的时候 真正的能够面对它 能够去解决它 我还告诉你一点 真正的生活好日子 是怎么来的 是过出来的 是经营出来的 绝对不是求来的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有一些惯性的东西 一定要改 比如说 我听到好几次 这个下跪 这个下跪这两个字 这人这一辈子 不需要跪几次的 你要把它当成一种习惯 那是上瘾的 遇到了问题 我解决不了 我给你跪下 这个说实话 咱们现在掉个头 刚才你爸爸说 我恨他 我想 他这个恨字 包含这个字 打个比方 现在你的孩子 就在你的旁边 这时候他遇见到 一件特别不好处理的事情 你看到他在给别人下跪 你是一种什么心理 你会怎么想 所以说从这方面讲 你父亲当时 是什么样的心思 是什么样的想法 他有多气氛 他有多难受 你也就理解了 所以从方方面面 你一 要认清自己 第二 要理解你的父母 他们真的也很不容易 我觉得你们家的问题 其实都才刚刚开始 就是当你们一家三口 坐在台上的时候 就给我的感觉 就这是三个特别缺爱的人 单定感情这一面 我觉得你不是一个 主动付出型的人 这可能跟你们家的 这个家庭的环境 是有关系的 我感觉爸爸妈妈的性格 可能相对比较内向 可能在跟孩子 在情感交流这块 可能自始至终 就会比较的少 但是我特别相信 你们在感情上 是很爱这个儿子的 但是可能给予他的 这种传递就特别的少 所以为什么 儿子在21岁的时候 您就愿意住到 岳父母家里 一大家子人 吃饭的时候都在一块 是不是会觉得很热闹 会不会觉得 那更像一个家的氛围 所以刚才你说了很多 对妻子好的事情 但后来我们听完之后 就觉得可能对他的好 更多的体现在财务上 财产方面 给了他很多的照顾和信任 但是在感情方面 可能在一些生活的情趣方面 我们并没有听出太多 但你今年可34岁了 我们现在很多20岁的小姑娘说 这34岁都叫大叔了 大叔要学会爱别人 要学会先主动的去 在这个能力方面 给予别人很多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我特别相信啊 你的妻子的出轨 跟你的这种付出的方式 是很有关系的 我特别相信 那个92年的这个小男生 不会给他太多 在经济上的一些礼物 但我特别相信 他能给他的是什么呢 让他感觉到 我很幸福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 能让他感觉到说 我原来是被重视的 这有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人 在内心当中 对于爱的一种需求 有很多的人 在感情婚姻出现了问题之后 经常跟 经常说这么一句话 说我宁愿你其他方面 对我坏点 但是在感情上 对我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你们家里 特别缺的就是这个 可能你当年就不会 一门心思的 13年前就住到人家家里 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家 而忽略了 自己的亲生的父母 你真的应该 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了 不要说简单的 把儿子就丢到这家里 就不管了 就算完了 其实你做的非常不够 因为你已经不小了 都这岁数了 父母已经没有 那么多的能力 再给你那么多的爱啊 金钱啊 关心了 现在是需要 你给他们的时候了 所以我在想 如果这个儿子 今年才几岁 六岁是吧 五岁半 如果也是生长在这种环境里 我特害怕 等二十年后 他可能跟你一样 他也不懂得 怎么去爱别人 老夫妇俩 是非常传统的 中国爸爸妈妈 是吧 有了孙子 我们管着 是吧 这样的传统的想法 甚至说你离婚吧 我们管着 好像给了孩子 很多的底气 但实际上 生活 咱们就这么想 如果他们俩结婚 自己带着孩子 很忙 很累 跑路上班 然后孩子要喝奶 要吃饭 我们得去挣钱 有儿媳妇这场戏吗 可能真的就没有了 包括你的岳父母也一样 女儿当嫁出去 你们有这么多的房 结果选择了 跟岳父母在一起生活 双方四个老人 管得太多了 弄得你们俩 不嫌生点是非 那干点什么呢 肯定得出点事 所以说我觉得 就是你们这太典型的 中国父母 此时 当苏琪和建一老师 对于这个家庭 为何会发展成 如今的模样 都提出了多角度的看法 可能无论在婚姻 还是家庭关系中 出现问题 我们在面对结果之后 还需要思考 方方面面的原因 只有这样 才能把生活 经营得更好 而接下来 在财产方面 刘先生的祖房 会就此失去吗 接下来霍律师 给他们进行了解答 此时此刻开始 你真的要像一个一样 好 现在我来告诉你 首先 可能你今天所面对的问题 不简简单单的是 一个道理性 你们根据婚姻法的规定 婚姻关系随时时间 如一方配合 二人同居的话 是要受到法人的证据 那么根据婚姻法 第46条的规定 如果你有证据 能够证明 你的妻子 婚姻关系存取期间 与他人同居 你可以依据婚姻法的规定 向你的妻子 在离婚之时提起 俗害平常 另外 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是要照顾一共所方 以及抚养子女的一方 如果和孩子 判归给你所有 而且在导致 你们夫妻感情破裂 是有很高可能的过错 在于你妻子一方的话 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 你将会受到一定的清醒 涉及到这商场房产 真的是我发自内心的 真的想帮你一下 我也看了你们那份协议 法律的规定 婚姻关系存取期间 因赠予或继承所获得的财产 系夫妻共同财产 除非赠予合同和遗嘱当中 列明会一方俗 所以再次我再次强调一次 如果说父母你们的 真的的想法 只是想给这小两口当中的 一位的 无论是继承也好 还是赠予的 你这样列明 只会一本的 如果不列明 就会视为是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另外一点 就是关于婚前这套房子 可能是你们争议最大 我快速的告诉你 根据法律规计 统计生活期间 双方共同所得的收入和购置的财产 按一般共有处理 也就是问题来了 你能不能够证明 当时你确实出过资 如果你确实能够证明你出过资 而且你们当时在 共同生活期间的话 这个是可以认定 按照一般共同共有 就不是夫妻共有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婚姻关系存取期间 你们所共同还贷的部分 以及还贷部分 所对应的升值的部分 都是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个能理解吗 能理解 好 最麻烦的就是我放在最后说的 关于相合的方法 那么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律 你这套房子登记在你的岳母的名下 如果你的岳母说 你并不是我的女儿女婿借我的名购买的 就是当时我买的 房子肯定归不了你们 就在归你们的岳母了 那么就下一个问题 你能不能证明你确实出过资 我能证明 如果你能够证明你确实出过资 那这个出资行为就变成了两种性 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你赠 当然赠 需要你们双方有明确的表示 如果不是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民间接待 如果是民间接待 你可以 民间接待 在法律上呢 霍律师解释得很明确 如果在具体执行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和我们蓝组沟通 就像我们几位老师说的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而我们走到今天 也许婚姻的路 到这里要停止了 但是我们未来的人生还很长 您还有儿子 还有父母 他们会老去 孩子会长大 所以先生 您最应该做的是 做一个好的父亲 做一个好的儿子 不要再让爸爸妈妈为你担心 你看妈妈这么瘦 虽然以前 在你小的时候陪伴你没有那么多 但是今天他老 不要让他们再操心你 好不好 你也跟爸爸妈妈说两句吧 我希望咱们以后好好过 咱们四个人不是过得也挺好呢 谢谢爸爸妈妈 谢谢爸爸妈妈 此时儿子长久的沉默后 深情地对父母说了一句谢谢 或许他已经在内心做好了选择 接下来年妈的父母和年幼的孩子 便成为了他最大的精神之主 而父母也从内心中真正地原谅了儿子 行了 你能站起来就行了 嗯 此时 这一家人主动的拥抱 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而小刘也表达出了自己真挚的感谢 读书员我想借着咱电视台我说一句话 嗯 呃 我谢谢这段期间帮助我的所有的亲亲朋友 谢谢你们 谢谢各位 谢谢 在录制节目一个月以后 我们再次与小刘进行了沟通 了解到他正在与妻子积极地办理离婚事宜 并且妻子也不再要求分割刘先生家的组房 孩子也由小刘抚养 而小刘也彻底从这段婚姻的伤痛中走出来 并开始努力工作 更加关心幼小的孩子和年妈的父母 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而我们也希望从此以后 刘先生的家庭能够快速走入正轨 重新访开希望的篇章 80后女孩为何而来 不太能理解 今天你为什么来到这个节目组 你来干什么 在别人看来都不是事的事 在我这块就会变成一个特别大的事 你应该是我印象当中 第一个坐在场上的嘉宾会问主持人这样 我觉得问题是出在我自己的身上 而不是说用逃跑可以解决的 没心没背 长命百岁 过于完美 自己遭罪 其实你遇到的是一个特别大的男士 其实我不说很很想去谈论这个话题 主持人 现场专家 集体爆料 我内心无底无脑 所以最后我选择的是辞职了 我也不干了 明天我要结婚了 来 便宜楼我唱的那个什么歌 我爆不了 我那时候 我今天有点不太敢说话 要是说出一些话来 你可能会 这步骤肯定得掐了覆波 是心结难解 还是空虚来风 你会认为自己有毛病 为什么跟别人不 我觉得 进行收看 谁在说 对吗 好 对吗 这一段时间 我们在说 我来看 我来看 感谢观看